最近中国女排正在宁波北伦备战,接下来在9月16号将会正式打响巴黎奥运女排资格赛。 这一次,我们坐拥主场,自然希望拿到更好的成绩,如果能够拿到小组前两名,中国女排将可以拿到巴黎奥运会的门票。 所以对于一众主力来说,在家门口征战既是非常开心的事情,又是一件压力非常大的事情,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拿到最好的成绩。 值得一提的是,随着这次比赛即将到来,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,那就是敲定中国女排的新队长。 这位队长将带领中国女排这帮年轻队员征战亚运和奥运资格赛,取得佳绩,为明年的奥运会做好准备。 目前,根据媒体和各方媒体人透露的消息,中国女排新一轮的队长人选已经正式出炉。 首先从目前来看,中国女排流量人气最高的球员肯定是李盈盈。 作为朱婷的接班人和球队的实力担当,李盈盈基本是现在球迷默认的新一届。 尽管李盈盈还非常年轻,但外界却对她寄予厚望,所以前两年朱婷缺席中国女排比赛的时候,大家就一直以为李盈盈会成为中国女排的队长。 不过从目前来看,作为一龄年轻球员李盈盈显然还还欠缺火候和经验,对影响力和队位她还比不上其他几位老队员。 除了李盈盈之外,另外一方面,最近老将丁霞也已经宣布回归球队。 作为中国女排如今年纪最大的球员,丁霞有口皆碑,影响力也不错,教练组希望她可以稳定军心,带领中国女排拿到奥运会的门票。 当然从目前来看,对比李盈盈和丁霞,其实有一人更加适合成为中国女排的队长,这位球员就是袁新月。 从各方媒体的报道来看,袁新月将正式继续担任中国女排奥运资格赛的新队长。 其实从去年开始,袁新月就已经成为中国女排的队长,在朱婷缺席的情况之下,这位大姐大成为了中国女排的精神领袖,带领着这支队伍从低谷逐渐走出来。 到今年,取得是联赛亚军的好成绩。 可以说,中国女排可以如此团结,拥有这么好的状态和成绩,除了和教练组的教导有关之外,和袁新月的功劳也是密不可分的。 从这两年的带队表现来看,袁新月担任中国女排队长期间,一直是队伍的精神领袖,并没有让球迷失望。 除了活跃气氛外,也让大家团结一致,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,最终才能站上试联赛亚军的领奖台。 今年大赛考虑到朱婷没有回归,后续袁新月无疑是中国女排队长的最佳人选。 接下来,期待袁新月在蔡冰为以中任的情况下,她能继续带领球队在家门口拿到好的成绩。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首先拿到巴黎奥运会的门票,确保获得小组前两名,把队伍锻炼好。 到明年朱婷大带率回归后,我们不妨再把目标瞄准奥运会最高领奖台,加油!